第三次,有ABC株四支音叉置于教室讲台上,分别用灵锤敲起,其所发出深波的频率响度分别如右表所示,哪两支音叉可以发生共振? 我们晓得,我们教过,能够产生共振的条件是,它们的频率要相同,从表中可以看出来,A的频率是200赫,C的频率也是200赫,这两个频率相同,所以它们会发生共振? 所以第三次,你问我们说,哪两支音叉可以产生共振?我们答案选的是BAC音叉,因为它们的频率相同